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盗墓贼竟扒了她裤子 一起来听 她被称为是中国近代第一女强人 也是加速大清灭亡的罪人 她就是慈禧 直到现在 后世对于慈禧的评价都是亡国罪人 的确相比历史中其他女强人而言 慈禧确实没有多少功绩 更多的是为了把控朝政 而无所不用其极 甚至不惜杀了自己的亲儿子 慈禧执政时期 清政府腐败无能 当八国联军攻入紫禁城时 他只能带着光绪西逃 在事情平息后 继续做他的太后 享受他的奢侈生活 这也难怪 八国联军攻入紫禁城时 清朝百姓还能夹到欢迎 1908年11月15日 慈禧去世 一年后 慈禧出殡下葬 葬礼奢侈到 惊讶到了当时的外国记者 陪葬物有多奢华 就更不用说了 而这也是导致之后 慈禧的墓葬 被孙电英等人觊觎的原因 慈禧怎么都不会想到 仅仅二十年后 自己的墓葬会被盗墓贼毁坏 那会儿没有人 敬于他是大清统治者 更多的是 想着办法盗取他墓葬的 珍贵文物 慈禧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并不好 一生穷奢极欲 祸国殃民 但他确实是 享尽了一生的荣华富贵 生前有很多奇珍异宝 连他死后 这些宝贝们也随着入恋 作为他的陪葬品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 慈禧夜明珠 据说含在嘴里 可使人的肉身不腐 慈禧墓宝物众多 是人尽皆知的 固然也是盗墓贼 心心念念的宝地 1.慈禧随葬的珍宝究竟有多少 慈禧的心妇太监李莲英 亲自参加了慈禧关中 葬宝的仪式 据他和侄子所著的 爱月轩笔记记载 慈禧尸体入关前 先在关底铺三层 金丝串珠锦入和一层珍珠 共厚一尺 头部上手为脆荷叶 脚下置粉红碧喜莲花 头戴珍珠缝冠 冠上最大一颗珍珠 大如鸡卵 价值一千万两白银 身旁放金、宝石、玉、 翠雕佛爷二十七尊 脚下两边各放翡翠西瓜 甜瓜、白菜 还有宝石制成的桃、礼、杏、枣 二百多枚 身左放玉石莲花 身右放玉雕珊瑚树 另外玉石骏马八尊 玉石十八罗汉 共计七百多件 葬链完毕 又倒入四生珍珠 宝石两千二百块 田官 一官的奇珍一宝 聚起的自然是聚火 他闭上眼仅二十年 又一位和他同样 巧取豪夺 横抢抱绝的大盗 将黑手伸向了他 并将他毁官抛尸 二 大军阀孙殿英 道挖慈禧墓 慈禧死后二十年 即1928年7月4日至10日 军阀孙殿英 盗绝了乾隆帝的玉灵和慈禧灵 毁官抛尸 掠走了全部隋葬珍宝 慈禧遗体被抛出关外 嘴里的宝珠被抠走 上衣也被扒光了 下体仅剩一条内裤 孙殿英他们 当时一闯进墓里 就已经惊呆了 墓里面一片金碧辉煌的景象 当时能取的金银珠宝 他们全都取下 打开慈禧的官唇时 更是为了争抢宝物 差点打起来 孙殿英从慈禧口中 发现了一颗珍贵无比的夜明珠 考虑到当时的墓葬习惯 越是珍贵的东西 就会隐藏得越隐蔽 既然能够从慈禧的口中 发掘出一枚夜明珠 为什么不能从夜窝 再发现其他宝物了 而当时的盗墓贼孙殿英他们 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思 想要获得更珍贵的东西 于是便扒开了慈禧的衣服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 慈禧是一个有野心的人 他想将所有的男人 都踩在脚下的 而历史之中的他 也确实做到了 在他自己感觉到 时日无多的时候 他都还要用最明显的方式 告诉世人 她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女人 在她的 欧恩殿前 碧阶石上的图案 搞成了 奉上龙下的样子 就是最好的例子 这样的做法 无疑是在打全天下男人的脸 而当时的孙殿英 虽然比慈禧生得晚 但是也知道慈禧的事情 他也经常在部下面前 自诩为英雄好汉 而对于慈禧的这种做法 他早就想要一举推翻了 所以在 盗绝慈禧灵墓的时候 他就直接把慈禧衣服 给扒开了 这种做法 一方面是发现了自己心中的不满 一方面又是在告诉世人 你慈禧活着的时候那么尊贵 大家都怕你 我现在就是不怕你 所以 扒掉慈禧衣服 让孙殿英有一种报复感 作为一个汉人 做出这种事情 又把他捅出去 让他有一种成就感 据一名参与盗龄的人回忆 他们刚一打开内观时 只见仰卧其中的慈禧 面目如生 甚至肌肤还有弹性 好像睡觉一样 但情况瞬间就发生了变化 孙殿英看到慈禧太后的嘴巴张开 露出一个夜明珠 于是伸手直接拿了出来 慈禧太后的脸色历史变黑 整个遗体瞬间分化 贪蔫了下去 盗墓贼被吓得半死 但是贪欲还是战胜了恐惧 为了取宝方便 匪徒们将遗体抬出 扔到养放的棺盖上 身体俯伏着脸朝下 由于遗体严重脱水 已成了一具干尸 档案发生后 溥仪派 宰泽 士林 宝熙等人到东陵对慈禧的遗体进行了重新安葬 在泽等人钻进地宫 见慈禧遗体趴在棺盖上 头朝北 脚朝南 左手反搭在后背上 在地宫里已暴湿四十多天 遗体上出现了许多斑点 长满了白毛 慈禧生前贪图权力 卖国求荣 不管百姓死活 死后才二十年 就落得个陵墓被盗 尸体被扔的下场 不得不说 因果报应 真实不虚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不知道大家对此有什么见解呢 三 慈禧之墓多年来为何寸草不生 历史上的皇帝认为 风水问题至关重要 所以在为自己修建陵墓时 都要消耗大批人力物力 他们是这么认为的 如果陵墓修建的好 那么就会福泽万代 这样才能保佑自己的后人 平平安安 兴盛王朝 陵墓修得不好 反而会让后代的江山不保 清朝后期 慈禧太后在修建自己陵墓的时候 也证明了这一点说法 慈禧在掌握朝中大权之后 就开始为自己寻找下葬的地点 经过许多风水师的测量 最后在青东陵普陀玉 找到了一块风水宝地 便命令手下即刻动工 慈禧对这件事非常重视 因为他相信陵墓如果修不好 自己死后就不得安宁 因此派自己的妹夫来给自己修建 最后修来的陵墓 可以说是金碧辉煌 堪称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 但是慈禧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说了句不能落草为寇 就是说慈禧认为这个陵墓上面不能长草 否则自己就成了贼寇 这一下可急坏了手下 这个陵墓顶上都是用土来覆盖的 有土自然会长草的呀 于是就采用了一种方法 那就是将土炒熟 然后用烟熏的方式将土里面的元素和水分全部处理掉 这样一来放上去就不会长草了 但是将处理好的土放在花盆里种上了种子 不过几天后发现生芽了 于是他们又听说 将鞭炮中的销石 硫磺和泥土一起用铁锅爆炒 再将炒过的泥土放在陵墓上采结石之后 这样就不会长草了 这次饰演终于成功了 慈禧非常满意 但是懂些风水学的人都知道 墓上坟头不长草是很不好的 陵墓上面长草或者其他祥瑞之物 说明地气旺盛 那才是风水的上善之地 陵墓上不长草 说明陵墓错埋到了火穴之上 对子孙后代的繁衍生息是非常不利的 这完全就是个断子绝孙木 果然慈禧死后不到几年的时间里 大清灭亡了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